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代表现场客户问两条问题 第一条是想问行发阳心 计划发行不少过280亿 新股代价是2.8亿 即是每股作价一线 请问如何看? 招股时应究应该怎样? 我也看回今天看到行发阳心股价二动 因为大折扬8.6亿手 復牌之后看到裂口低超过3.2亿 现在最新股价是5.8亿 跌幅收窄了 现在跌2.1亿 如何看这个问题? 如何看行发阳心的前景? 当然你说行发阳心的看法一定不好 我觉得这样说 如果你本身没有货 问到这个股份怎样看? 我会建议大家纯粹沽望一下 当是股票知道就算 不要考虑买住 但刚才有没有听错过E-mail说 本身你是上市的时候招股了 如何部署呢? 如果看行发阳心 当年上市的招股价是1.98亿 和现在5.8亿 其实都是天严之别 如果这样说 差点看 我会觉得走不走分别不大 以招股价来说 如果以这样计算 我觉得你可以再持续 但是这样叫你拿着 不等于对它看法好 因为特别以今天回来 这个所谓的发生股因素 其实我自己觉得 是很多不明显的地方 一方面就是280亿股 每股作价一先 其实你计算是2.8亿钱 如果2.8亿钱 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数目 如果以这样也要配合 多意味着公司或者主席 是多缺钱 但是它一向说是公司有很多钱 但是有很多钱 还要拿这2.8亿 其实就有些矛盾 就是这样看到 二来的就是今次这个配售因素 哪个折货是不知道的 只是说第三方 究竟是什么第三方 或者是什么人 完全不知道 甚至乎都有90天的日子 是要有待通过 即是90天里面可以有变数 即是随时不通过就可以 即是变相整件事是否要配了 或者是否股权已经揭了手 其实不是 所以变相 我觉得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 所以如果现在这一刻 毋毋毋然这样说 如果没有货毋毋毋毋毋毋毋均 风险性是很大的 所以我刚才也说了一点 如果本身没有货 我觉得就纯粹当是一只股份观望 看看算数 但是假设你刚才答到IPO又有回来 希望看这一阵 特别今天赠完之后 即是如果以这一刻赠完之后 看能不能彈高一点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不要说多了 可能一毫 或者九仙多一毫 至哪一位 我都觉得你先减一减 虽然跟你买入价争好 IPO价争好远 但我都减一减 比较好一点 尤其整个前景上看 我看得不是太明朗 明白 另外一个电邮的问题 想问金价的走势 先问一下Wafi 对金价的走势看法是怎样 最近市场似乎又回升 资金又流回到股票市场 金价的反弹是否已经终止了 对金价的看法正面 还是负面一点 当然金价 之前那一陣子 前个礼拜 就是农历年前来说 都跟大家说过 短期可以看好金价 特别是以避险因素上去看 又或者是以美国 我说了走负利率 日本之前走负利率 原上这些因素 都真的有利于金价 原上那几下看法是比较不错的 但只不过 我觉得金价在特别这一段升浪 其实升得比较叫做 教自己的预期或许多 之前自己预期可能到1200这边 但之前最高到1260 1270这边都见过 上升这么多的时候 亦都远超自己预期 我相信这一刻要它再升 我觉得是难一点 甚至于近一两天开始 正如刚才Tracy说到一点 大家的风陨慰纳 又再提高 即是看到资金慢慢流回到股市 流回到其他资产内 形成这些避典的资产 譬如金和日圆 近这两天都开始回源 所以短期来说 或者暂时来看 我相信金未必再那么快 有一个升一轮的升浪 除非短期大家又再很害怕 或者有危一意识 如果是这样 可能才会有避典的因素 如果不是短期 如果不是的话 我相信短期可能就是金再穿 千亿楼下的机会性也有 但如果选择金矿股 可能他想有一个Leverage 这样的情况 哪一款你会最推介的呢 如果说金矿股 即不是金股 因为特别是金股 我会建议到2840 就是Spider 但如果真的问到金矿股 譬如紫金、焦金 这些来计算 我觉得这样说 之前都说过 这两只股份 虽然大家看好金价 都会炒到它们 但始终它们本身的业务 有其他有色金属的业务 虽然不是纯金的概念股 所以如果真的要这样选 我觉得纯粹选一只 波动性比较大 是容易有炒味的股份 至于短线去捕捉的话 我觉得就考虑299 即是紫金 因为其实你看到之前 当金价升那一阵 可以借紫金 一阵升一成 一成多都可以 但等于焦金或其他 升幅相比较少 所以我对于 纯粹短线 可以捕捉这一只 但这样说 始终以走势上去看 其实它累计升幅都不少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要捕捉也好 定回上下位 我觉得这一阵 如果是纸金来计 你捕捉大概两一半 这个裂口底位 考虑买入去 目标来计 放在之前的高位 两三半左右 但下面比较关键 我觉得如果以这一阵 是穿回大概206左右 这边的位置 我觉得考虑自己市场 才会好些 明白 电油的问题 还想继续问油价的走势 看到最近油价都大幅波动 想问 现在对油价的看法是怎样 都见到这么隔晚 美国那边就有优势 但伦敦波兰特旗游 都有个反弹 因为看到油价那边 似乎可以快要达成共识去减产 Ravi 你对于油价的走势 怎样看呢 当然油价 其实昨晚波兰特旗游就没事 波兰特旗游升 到今天回来 波兰特旗游 或者是WTI 在亚洲的时段 原来都仍在升 如果以回来的旗游 更加上到31美元 留上一同 都记得这几天的升势偏强 所以如果以回来 这样去看 当然油价都仍然短期 有利是做好一点 但当然那个变数 我觉得重要的观望 就是之前传近的减产因素 因为其实这几天升上来 都是传近 由早和俄罗斯 好像有些所谓 会达成减产协议 而令油价的憧憬 即使这几天升上来 但这个情况 正如之前都说过 其实传过很多次 要看今次究竟是否作实 但去到最新 大概三点半钟 如果看外媒的消息 其实都见到OPEC方面 好像和俄罗斯 召开了一些石油会议 之后会举人发布会 如果以这样说 又好像有些好消息 可能真的会公布 所以变相真的能够公布减产的话 我会觉得油价有机会够够够 因为始终弱了太久 但当然 如果出来的消息是没有减产的话 油价再放下去 又不出奇 所以变相 我觉得暂时 你问到油价 我觉得只可以波动 你说没有很大方向 很难说 要看回减产的消息 所以变相暂时油价 我觉得都会在低位中 先波动 那是不是暂时来说 买油股的风险比较大 其实油股风险都大 因为特别这几几天 譬如海油好 中石油好 中石化油三桶油都好 其实这几天跟着油价都弹了不少 都叫做升得比较多 更加较大事或是明显的升势 所以如果未来油价升到 固然对几只油股 我觉得还有机会向上推 但是刚才说了一点 如果突然油组方面 又是没有一个减生协议 而令到油价又再回落 这些油股 我觉得回落的幅度 都会比较明显 所以我觉得去到这些位置 如果本身没有货 就稍微打等先 我觉得等股价 如果是有适当的调整 才部署短线为主 会好些 但现阶段这个价位来计算 我觉得油股 我不是这么建议 迅速去高追着 嗯 明白 好 我和大家跟着一下 油股这个版块 今天的表现 看到中石化现在升幅超过3% 升了1.5% 最新报4.42% 中石油升幅超过6% 最新报4.98% 中海油升幅超过2% 现在升1.7% 最新报8.1.3% 上石化升幅超过2% 最新报3.1.1% 刚才说过股份 清闻有没有持有的 也没有的 多谢你的分析 一会儿一会儿 回来会有全日总结的环节 稍后再见